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流半辈子的她 竟然栽在了一个小小女狗仔手里 她就是香港富豪圈里最传奇的风云人物 刘鸾雄 刘鸾雄很牛 但她的起家和两个女人有关 1951年 刘鸾雄在香港出生 彼时的刘家正经历着家道中落 此后多年 她父亲靠调善业务一步步东山再起 刘鸾雄也有了条件前往加拿大留学 23岁时 刘鸾雄学成回港 并向父亲提议 将自家的调善生意从原有的中东市场扩大到北美地区 刘副对此极为不满 认为空调才是当时每个美国家庭的必备用品 这样的拓展只是徒劳 两人僵持不下 差点闹翻 刘鸾雄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 拿出东拼西凑的1.7万港元 与朋友合伙成立了名为爱美高的公司 主供美国市场的电风扇业务 几年之后 西方世界遭受金融危机 节约能源的口号响彻全球 抵制空调的美国人 看中了爱美高节能与美感兼具的古典调善 不少经销商主动上门签订单 于是 28岁那年 刘鸾雄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亿 他的公司规模也越做越大 从最初只有22个工人逐渐发展到了上万人 远远超过了父亲的公司 因此得名风扇流 1983年 爱美高集资1.5亿港元在香港上市 刘鸾雄担任公司主席 从此 香港商界有了这个年轻人的一席之地 而正在让他站稳脚跟的狙击手之战 也正在酝鸟 因经营策略不合 刘鸾雄与爱美高合伙人梁英伟出现矛盾 刘鸾雄对外宣称 要退出爱美高 然后将手中大量爱美高的股票 抛给了基金公司 很快 爱美高的股价 就从4港元一股跳水跌至0.7港元一股 正当众人以为刘鸾雄撒手离开时 他却耍了一记回马枪 在爱美高股价低点时 刘鸾雄偷偷吃尽大量股票 半年后 他又联合基金公司夺回公司控制权 并将梁英伟赶出了爱美高 这一招以退为进 不仅让刘鸾雄完全掌控了爱美高 还顺便进账2亿港元 至此他成了香港有名的股市狙击手 1985年到1987年间 刘鸾雄共狙击了四枪 目标分别是能达科技 华人制业 中华煤气 以及香港大酒店 均获胜而终 后来大刘就用赚来的钱 开始不停地买买买 硬生生买成了铜锣湾铺王 再后来又进军了内地地产市场 在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京等 近十个沿海发达城市 投资金超过港币60亿元 与老婆联手在商界大开杀戒 这样冒险的结果 就是成功让刘鸾雄 挤身于香港富豪之恋 而他的妻子保永勤身家也过十亿 成了香港第二女富豪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糟糠之妻 一同打拼白手起家 走上人生巅峰 不离不弃的故事 可这个励志好剧本 最后也未能幸免落入了俗套 男人有钱就变坏 当初信誓旦旦地说着 贫困富有 生老病死 一生一人不离不弃 后来变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富豪全总说 闷声发大财 可大刘根本学不会低调 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 有钱就是任性 一直以来 刘鸾雄都以出手阔绰而出名 他有三架四人飞机 他有一堆名贵的号车 他还喜欢收集车牌 他的手下有1 love you 酷 5 11 48 66 67 4个2等 等价值超过4000万港元的车牌 而除了这些身外之物外 有钱后的他也开始了美女集游 对待美女 他的手段也高调至极 钻石 豪车 豪宅 先用金钱将你砸晕 写信 情话 深夜买宵夜体贴至极 只要被他看上的 好像没一个跑得掉 而第一个人就是18岁的李嘉欣 1988年 李嘉欣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 获得了香港小姐冠军 一夜之间 全香港人都知道了李嘉欣这个名字 刘鸾雄也知道了 而什么叫做郑仲夏怀 就是在李嘉欣 还和自己的家人住在破旧住宅之时 刘鸾雄一出手 就送了价值800多万的豪宅 这让他成功抱得美人归 也难怪李嘉欣 明知他有家事 还舍不得离开 还敢打电话给保永勤 大骂脏话 想正妻位置了 或许也就是从那次开始 保永勤彻底的失望了吧 或许他们真的是真爱吧 他才能任他放肆 满是宠爱 1992年 保永勤和刘鸾雄离婚了 挤走了原配 李嘉欣或许觉得自己 马上就要上位 可他没想过 浪子回头难 有钱的浪子回头更难 零一次婚就分走了十几个亿 还落下无数骂名 或许这让不差钱的大刘 觉得很亏 于是他把泡妞经济学 玩出了新高度 在轻松搞定港姐冠军后 大刘还觉得不过瘾 便如法炮制 把更加鲜嫩的港姐 继君蔡少芬 纳入了后宫 更觉得是 他还在李嘉欣拍摄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时 借着探班的机会 把大美女关之林 变成了女友 顺势他还拿下了 同剧组的蓝凤凰 袁杰盈 可很快 李嘉欣就发现 大刘已经不是一首 唐诗就能搞定的男人 他身边的女星 就如同李李袁上草 就算他费尽心机 可还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正当他手撕红心之时 木然回首 却听见坊间传言 说大刘 云淡风轻地和官大美女 玩起了高尔夫球 不仅将两个普通的球 玩出了新高度 还把官大美女顶上了头条 大刘仿佛在用行为艺术 告诉他们 这才叫做爱 听闻此时的李美人 大概只能呆入木鸡 为自己度量不够 而自愧不如吧 他和刘鸾雄 兜兜转转十几年了 挤走了人配 斗走了一个个情人 却还是转不了正 最终选择离开 2006年 选了赌王之女 何超穷的前夫 许靖亨 可大刘是谁啊 自己玩了20多年的女人 哪能随手就被别人挖了墙角 大刘干脆一纸千金 在全港报纸头版 都刊登了一条广告 上面写着 祝李嘉欣生日快乐 With the love The one 疯狂是爱 这位情场高手 真是肆无忌惮到恐怖 就算分开 也还要个应你一下 但可惜 这次李大美人 打定主意不回头 这段前前后后 纷纷和和 纠缠了近20年的感情 最终 还是落下了一个句号 少了一个李嘉欣 这情人场上的权 只多不少 大刘日日流连忘返于 美人之间 却也真正做到了 漫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他从未给过情人们名分 刘太之位 因此控制24年 哪怕是为他 开支散业有功的吕丽君 也很遗憾 与正宫宝座擦肩而过 最终 结束了与大刘 后宫争斗风波的女子 便是大家熟知的陈凯君 甘比 甘比1980年出生 比大刘小了29岁 因为家庭问题 读到中学就一夜了 是一名女狗仔 她既没有李嘉欣的美貌 又没有吕丽君的高学历 却凭借着超高的双伤 俘获了大刘的心 顺理上位 让人始料不及 但其实纵观甘比的经历 你会发现 她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起初 甘比只是个 跑前线的娱乐记者 可她入行一年 就抓拍到梁永齐 介入正一件婚姻仪式 双齐夺面 由此被曝光 金像蒋庆功宴 她采访周星驰 不仅被新爷夸赞可爱 还被对方捏脸 自那之后 二人更是成为了 亲密无间的好友 除此以外 杨谦华 袁永怡 徐豪银等人 都是甘比密友 有这样广阔的人脉 甘比的社交能力 可想而知 大刘的母亲 叶书婉 是出了名的刁钻蛮横 如此强势的婆婆 还是被甘比轻松搞定 和刘老太太一样 甘比也是潮善女儿 于是 她巧妙抓住 老太太的相情 见面只说潮善话 不说粤语 使得刘老太太 倍感亲切 听闻 刘老太太爱吃甜食 甘比总是和女儿 亲自下厨 炮制甜品 孝敬婆婆 让老人家 竞享口福 与天伦之乐 面对爱人大刘 甘比总是谦卑低调 甚少张扬跋扈 从不仗着宠爱 撒泼撒娇 哪怕是当年 被吕立军指着鼻子痛骂 他也没有反击对方 而是选择了忍气吞声 因为他一旦开口 就是让大刘陷入为难 风口浪尖下 沉默才是最好的应对方法 果不其然 尖酸刻薄的吕立军 丝毫不让 越是失宠 越是嚣张 这也彻底惹怒了大刘 他宣布与吕立军 断绝关系 当着媒体的面 骂他没脑子 甘比不费一丝口舌 就轻松击败了吕立军 都是没服证的 装什么证功呢 2016年 甘比和刘鸾雄 注册结婚 成为名正言顺的刘泰 吕立军 到底还是不如甘比聪明 或者说 不如甘比懂得隐忍 所以最终被判出局 2017年 甘比还第三次怀孕 为刘鸾雄 又生下了一个女儿 刘鸾雄在节目上公开示爱 甘比会是我最后一个女人 而最重要的是 他因为刘鸾雄的分家 收获500多亿的资产 一跃成为香港女首富 那么多人争抢着的 钱 人 名分 他都得到了 一代浪子 美女环绕 最后被一位余计终结 看起来不免荒诞 按理来说 不如前女友漂亮 不如前女友友才 甘比到底凭什么 但各位其实不必吃惊 这场后果之争 与其说甘比赢了 还不如说他只是运气太好了 有的时候 人的出场顺序 真的太重要了 他只不过是恰好 在他老了 病了 需要一个温暖家庭 一个照顾他 体贴他的人质出现了罢了 他从不是最好的 只是恰好碰到了浪子想要安稳罢了 而刘鸾雄呢 这一生他争议太多 谩骂也太多 但对于他来 这些又有何惧呢 这位风流富豪 手握香港半壁江山 身边是美女如云 还都抢着为他生孩子 怎么看也是直赚不亏的人生赢家 对于他来说 人生得意须走肾 肾衰竭了 就花三亿换肾续命 人生得意须尽欢 可这场春欢也确实白洒给了不少 让他在重病暮年 不得不再见识一下人心薄凉 不知午夜梦回时 他是否会后悔悲期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